由于真伙生物的基因组基因结构非常复杂 它的基因表达调控的机理也是异常复杂的 不过近年来 关于真伙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 已经成为了我们说关于人们认识基因表达调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只有搞清楚真伙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才能够从本质上认识真伙生物细胞的生长过程 才能够对它进行加以控制和干预 同时这个真伙生物基因表达调控 也是经工程操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我们说真伙生物它跟原伙生物相比 它的基因组的结构和原伙生物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主要包括如下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大伙知道真伙生物基因的结构都是非常庞大的 往往真伙生物的DNA会和组蛋白结合形成这样的一个染色体的结构 特别是在细胞分裂期间的染色体可是显微镜下通过染色的方式可以看得见的 是不是 那么由于真伙生物DNA非常长 所以它在复制的时候往往就有多个复制起点 原伙生物在功能上跟代谢图性上相关的一些基因 它会组成一个什么操纵子 它是一个多顺繁子 转录出来的一条MRA上面可能有编码多个基因 但是真伙生物它是一个单顺繁子 一个结构基因表达出来就是编码一条多态 是不是再有我们说尽管真伙生物基因DNA非常长 但是它的绝大多数序列都是一个非编码的 因为它非编码区啊 真伙生物中起码要占80%以上90%甚至是更多 那么真伙生物中存在着大量的这种重复序列 这个重复序列的存在也是使得真伙生物DNA金属测序 很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测测测到某一个序列上 它都是重复序列 将来你这个片段就不好给它拼接在一块 它都是ATCG ATCG ATCG 分为这个高度重复和中度重复 那么所谓高度重复就某一段序列在一个基因组中 它可能要重复10的6次方次 是不是 那么有些呢 这个重复是中度重复也能达到10的3次方到4次方 那么这些DNA序列都是多拷贝系列 而这样的序列往往是一些非编码系列 也就是说这些序列是不表达任何MRA产物的 那么原来曾经认为真伙生物中这些80%90%的这种非编码区 可能属于那种Junk DNA 叫这种垃圾序列 那么现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认为这些东西也不是垃圾序列 可能对基因表达调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实际上真核生物中真正的用于编码功能蛋白质 或者是RA的基因呢 往往都是单拷贝的序列 但是有个别的它也有可能是出现四次重复的这样 有些基因在基因组中本身 它就是一个不止一个拷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总的来讲绝大多数都是单拷贝的序列 这里呢有一个关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叫C-Value Paradox 我们翻译出来叫什么呢 叫C值背理或者是C值背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什么叫C值呢 C值指着就是生物单倍体基因组中所含的DNA的总量 我们管叫C值 如果我们分析不同进化程度的生物中 DNA的含量C值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趋势 什么样的趋势呢 随着生物进化程度的不断的增加 那么它的这个C值的量呢 会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但是这种增加并不能完全从进化上 也就是说它一定是进化程度高的 这个C值就一定是非常大 你比如说像鱼类和两栖类 它肯定不如我们人类高级是吧 从进化上 但是它的C值远远会高于哺乳类 在某些植物中 你比如说像某些菊科植物 是吧 它往往是多倍体的 它的低音含量是非常高 当然我们不能把植物和动物直接的去比较 我们说是一根稻草 是吧 是一根水稻更高级啊 还是在座的我们更高级啊 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 大伙说我们肯定是比一根水稻要高级 那不见得是吧 因为它是生物进化的两个不同的分支 水稻可能比我们还高级 水稻地形一插就活了 我们插地形活得了吗 别插着地形 就到处转悠都不一定活得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C值并不能绝对的反映 生物的这个进化的水平 也就是说不能反映出高等低等 它C值就一定低啊高啊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那么这个是关于大量的重复区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真核生物的基因 它一般是叫interrupted 叫断裂基因 然后有很多的内含子外弦子 所以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 关于RNA翻译以后 它有这个加工修饰过程 包括切除内含子拼接外弦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还有就是真核生物由于有什么细胞核的分化 那么基因的转路过程是在细胞核内完成的 加工过程 实际上这个mRNA加工程也在细胞核中 而真核生物蛋白质的翻译过程呢 是在细胞质中进行的 当然我们说除了线粒体液律体 它自身也能够转路和翻译某些蛋白质 但是毕竟是占少数 主要是在细胞质中完成的 而且蛋白质翻译出来后 还有很多的加工修饰过程 这些实际上都涉及到了 这个真核生物基因 很多的这个调控的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 因此我们说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 是一个多阶段多步骤的 异常的复杂的过程 所以真核生物很多基因表达调控的细节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不清楚 但是是诱使着人们去去探索的 这样的一个很诱人的一个研究领域 那么我们总体来说 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 在这个七个层次上 不同的水平上发生 那么这七个不同的水平 要让问你 你起码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转路前的调节 而开始转路前的准备阶段 是吧 然后呢 就是转路的过程的调节 接下来呢 是转路后的加工的调节 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加个PolyA啊 加个帽子啊 加甲地化修饰啊 切除内涵子啊 拼接外显子的这样过程 都属于这些东西 我们都介绍过了 是不是 接下来呢 进入到细胞质中的Messange RNA呢 它自身的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涉及到它降解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帽子结构 和PolyA的尾巴 对它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翻译的调节 它翻译成蛋白质 翻译的水平 翻译的高低 是吧 这个最后翻译出蛋白质以后 还要对蛋白质通过这个翻译后的 加工修饰的各种调节 最后才能形成什么 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 当然我们说 蒸合生物有些基因 包括原生物也是同样 它并不一定最终一定是形成蛋白质 是吧 有些是在RNA的水平 那么我们最起码都要知道 Transform RNA Messange RNA Ribosome RNA 它就是以RNA的形式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很多 小分子的RNA 具有重要调节的东西 它到的RNA就为止了 不一定最后到翻译 是不是 但绝大多数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基因 那这七个过程一般的都包括 所以说它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 是不是 接下来呢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每一个过程大概如何调节的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第一个就是转路前水平的调节 那么转路前水平调节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从大的方面 包括一些染色体的丢失 哎呦 这染色体要是丢失了 那基因不就丢了完了 不是全所有细胞的 是不是 包括基因的扩增 包括基因的重排 包括DNA的修饰和易染色直化等等 那么我们说关于染色体的丢失啊 这个是特别在某些低等的增核生物中 比如说蛔虫 蛔虫大伙见过吗 蛔虫 做这个动物学的时候 那蛔虫那肯定要是做解剖的是吧 这腊盆上一扎蛔虫哗剪开了是吧 里边肠子心肝肺 这生殖系统也要看 我那以前是做完这实验 然后起码两天 吃饭那就是 吃 这个尤其是不要想到吃这个面 才恨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蛔虫的这个早期的软裂阶段的 这个分裂的细胞 那么他呢 大伙记住 他除了一个将来能够发育成生殖细胞的这个细胞外 剩下细胞中的这个易染色质 他会均步会被被删除掉 那么实际上这个染色体的这个部分删除对 整个基因组并没有影响 因为他将来传代留下来的是这个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的这个基因并没有 那这个本身是对他生长发育的一个适应 是不是 这是一种关于染色体的丢失 这种丢失不是一个普遍的 我们正常的染色体要丢失 那就麻烦了 是吧 丢失我们说这个复制过程中 他靠端粒维持末端结构的稳定性 丢丢丢把基因丢没了 我们人还活 活个鬼 是不是 然后我们说就是基因的扩增 这也是一些特殊情况 那么我们生物科学有一个典型的材料 叫非洲早禅 早禅的这个卵细胞是经常 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很模式的一个材料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早禅的这个卵细胞啊 那么他在何人周围会积累大量的RDNA RDNA是什么呢 是编码RNA的DNA序列 是不是 那么他的这个拷贝会在卵母细胞的这个形成过程中 急剧的增加 他的拷贝数会增加到多少呢 1500倍甚至到各十百千万十万倍 两百万倍 不得了啊 是不是 那么实际上这个 在这个早期的这个卵母细胞发育过程中 他扩增出来这么多 Ribosome RNA将来他要合成大量的 RNA形成大量的核糖体 要进行大量的蛋白质合成 这是跟他的这个机能相适应的 但是胚胎发育一旦开始以后 这些大量扩增的这个RDNA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他又会逐渐消失 是不是 关于这个基因重排的过程 我们介绍过 是吧 关于这个免疫球蛋白基因的这个重排 这个大伙应该非常清楚 这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再有呢 还有就是DNA的修饰和易染色质化 你比如说这份生活通过易染色质化呢 会关闭某些基因 而这个非这个表达活性区域的这个DNA的甲基化 一般来讲 他的这个甲基化程度会很高的 那么甲基化主要是发生在什么部位呢 一般是包密定的五片段 这个M就是指的甲基化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线飘龄第六位上的 这个往往会甲基化 甲基化一旦形成以后 那么这些基因就实际上就会被关闭 就会关闭 现在这两年又非常热的一个 关于叫EPIGENETIC 大伙听说过没有 EPIGENETIC EPI 就是叫表观遗传学 这两年研究又非常热 跟发育过程啊 跟生物对环境的适应都密切相关 这些表观遗传学 并没有设计到基因的突变 而是通过这个我们刚才说的DNA的 这种甲基化去甲基化的修饰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简单介绍的 关于跟DNA形成的这个 结合的组蛋白的这个甲鲜化乙鲜化 以后涉及到某些基因的开关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时候它是可以遗传的 但这种遗传 这种性状并不是由于基因本身 和刚才系列发生改变 而是由于这些基因可能永远被关闭 或者永远被打开的 这样造成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第二个阶段就是转路活性的调节 那么转路活性的调节呢 这个就是涉及到染色质的活化 我们说了 生物基因表达调控是有时空特异性的 是吧 一个生物体基因组中的这么多基因 人两万个左右基因 它并不是在所有的细胞类型中 发育的所有时期都表达 那么它是有选择的 有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选择性的表达 是不是 那么这些表达过程就首先设计到染色质的活化 那么我们说活化的部位 也就是说基因表达活跃的区域 这些区域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一些对DNA 也就是将写DNA的这个酶 一些超敏感的一些味点 也就是说这些部位实际上就是什么 转路过程中需要染色体 染主蛋白和DNA分开 一旦主蛋白和DNA分开以后 裸露出来的DNA会对什么 会对核酸酶会特别敏感 而且这样的味点会经常出现在什么 调节蛋白的结合味点 也就是说一个基因转路起始部位的 跟蛋白质结合的这样的味点 首先它会脱离跟主蛋白的结合 那么这时候一旦脱离就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说真核生物DNA 大概有5%的包密钉被五皮端甲基化 那么这种甲基化经常发生在某些基因的 五皮侧义区的这样一个叫CPG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内 我们管这样的特殊序列叫什么 叫CPG ISLA 我们管叫CPG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转路 活性区域一般很少甲基化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以看出来 DNA的甲基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基因的一个关闭的这样一个过程 DNA甲基化程度高 基因表达就会关闭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 看家基因是经常表达的 尽管它也存在这样的 但一般情况下不被表 不被甲基化 所以是晚家基因DNA是经常的在被表达的 是不是 此外我们说在基因转路过程中会存在着染色值中 与转路有关的结构发生改变 我们一般管这种改变叫chromatin remodeling 我们管这种叫染色值的改型 那么实际上这种改型就是设计到了 酶醋的 由酶催化的 乙鲜化酶 脱乙鲜化酶 脱乙鲜化酶催化的什么 主蛋白的乙鲜化和脱乙鲜化 那么一般的认为 一个主蛋白乙鲜化以后 跟它附近结合的基因呢 就被活化 被打开 而脱乙鲜化呢 这个基因就会被关闭 就会被关闭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跟甲基化是正好一个相反的 起码你要知道 以后要考试出这样的一个题 给填个空 或让你判断 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一念之差 对了就错了 一分 没了 你59分 差一分 就不及格 这样的细节的东西 大伙要记住 是不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这两年研究 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东西 到时候别人一提到 做报告 假计划去 假计划是吧 洗线划去 你不知道 你说我们没讲 老师实际上讲了 你忘了 是吧 好 接下来 我们就介绍 关于启动子 和增强子的 这个顺势作用元件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在 讲 这个金 表达MRA的 这个转录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 那么有些东西呢 并没有设计到 在这里我们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这里有关于顺势作用元件 和反式作用元件的概念 大伙再熟悉一下 叫顺势作用元件 Sys Acting Elements 顺势作用元件 主要是指的什么 基因调控区 实际上就是 TGIN调控序列 这些调控序列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不直接编码任何产物的 你比如说启动子的序列 什么叫启动子 我们是提到过的是吧 增强子 沉默子 绝缘子 可能没没听说过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DNA的序列 它自身是并没有表达产物 但是它对于调控基因的表达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说顺势作用 一般顺势作用元件都是DNA序列 但DNA序列不一定都是顺势作用元件 大伙记住 这是顺势作用元件 顺势作用元件包括什么 启动子 启动子这个东西 我们专门介绍过 是吧 圆核生物启动子非常重要的 -10区 -35区 有什么特点 谁跟谁结合 有什么作用 大伙一定要记住 我这里不花时间重复了 是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介绍的是 关于真核生物的启动子 我们说真核生物启动子 就是RG和煤结合卫典周围的 一组 一组 转路调控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一般的呢 有个其实卫典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组件 包括什么TEDBOX CAT GCBOX 还有CAT GC框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属于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控元件 它的有 会决定基因表达的一个基础水平 但是呢 我们说真核生物 有些基因的表达 它是对细胞内外信号刺激 做出反应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有些跟热有关的 突然一下42度 你把你放的42度 桑拿一把桑拿还不止42度 这个时候可能会刺激你体内某些蛋白质的表达 那这些蛋白质就是响应什么 响应高温 高温一旦作用于我们人体内 有些蛋白质就会结合在某些特殊的 所谓的硬达元件 Response Elements 那么这些东西也是一些特殊的DNA的序列 那么一旦结合以后 跟这个热有关的一些 也就是抵抗这个热有关的一些蛋白质就会表达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属于这个顺势作用元件 DNA的序列 DNA的序列